大家好,听得到吗? 听得到就给老师回个音音 那我们开始给大家讲这个收入的 审计食物 收入的这个审计食物呢 我们呢,其实就想分这两个部分给大家介绍一下 讲这个收入的审计食物之前啊 本来我们是安排在上周的六开始讲解 但是呢,就是我考虑到啊 就是收入的一个准则啊 2017年7月份的时候 我们的收入准则实际上进行了一个修订 所以呢,我对这个收入的这个内容啊 进行了一个调整 正如就是上周开会的时候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啊 然后大家考注快的同学们可能也知道 像我们的税法啊 因为我们的人达会开了以后啊 我们的可能有很多税法要改变 所以老师也觉得很纠结 就是说,这个收入准则里面呢 我是要把新的东西多讲一点呢 还是说因为我们收入的准则 真正的执行的话呢 大部分企业执行 是在2020年的1月1号开始执行 是的 今天刚才我也看到那个有个同学啊 卫斌同学说 新的收入准则是以控制权的转业啊 所以呢 我我我也是这样考虑 所以就一方面呢 老师现在工作也挺忙的 另外一方面呢 老师还是想给大家讲解一下 就是说新的东西 至少因为我们有很多同学啊 呃 现在的来说的话 应该我觉得同学们现在 也是在那个审计的初级阶段嘛 可能目前来说的话 有可能老师们 呃 我不知道我们的同学 呃 有多少就是在那个 呃 能开收入底稿的 有同学们开收入底稿了的 跟我报个号 我看同学们都很含蓄啊 啊 哦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就是讲点那个新的东西给大家了解一下啊 因为怎么说呢 因为 因为大家目前来说 如果同学们现在是在跟着老师跑寒正 第一个阶段的话啊 像我们的呃 就是 省级菜鸟的话 如果先是在跑寒正啊 呃 跟着大家呃 第一年的话 就是跟同学们跟着跟着老师一起跑寒正 然后 开开费用内底稿 然后简单的就是说一些往来的科目啊 或者是固定资产盘点的科目 通过这个经验积累以后的话 具备一些初初级的一些分析能力以后 可能明年啊 有可能或者是就是说有简单的收入项目 可能就是说呃 你下面的老师们可能下次就会安排大家做了 所以呢 我我这次呢 就是在想就是首先一方面呢 给大家讲讲那个收入的一个 一个变化吧 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要给大家讲讲收入的省级程序 及省级工作底稿 因为实际上我给大家 是想给大家传导的一种就是说 是我们的一个省级方法 啊 因为最终的话呢 我们培养的肯定是一个就是有逻辑社会能力的 我们的省级专家啊 那么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就是从几个方面给大家讲一讲 就是说这个收入的概述 也包含就是说呃 这一次的这个新的一个准则的呃 变化 主要的主要的就是说新旧准则之间 变化的主要的点在哪里 给大家也阐述一下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收入的一个概述 就是说为什么说我们的收入啊 这么重要 嗯 同学们 我估计就是说你们如果读书的时候 是不是 呃 老师对你们的考核是不是就是分数啊 考试啊 是不是 那么我现在在企业企业里面呢 嗯 股东对我们管理者他考核什么 他肯定是考核我们 如果说是管理层的话啊 是是就是说职业经理人的话 股东其实对对职业经理人考核是几个方面吧 简单的来说啊 不管他有多少个纬度 其实有两个指标是逃不掉的 一个就是说你的收入的规模 就你是否把我的企业越做越大了 这是一个收入的规模 还有一个就是净利润 你报给我股东的就是说我的头头录产出比啊 就我股东我投了一百万 你能给我带来多少分红的利润啊 能够带来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 所以说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在这种就是说绩效考评的情况下 那么市场经济条件下 追求利润最大化 它实际是成了企业经营的一个目标 或者是我们可以说是股东权益最大化 但是呢 你的利润怎么来的呢 是不是 最终都是我们的产品或者是我们的服务 然后我通过我的收入减掉成本以后 累积下来的 所以就是说在我们上市公司来说 公众公司来说 为什么会就是说有这么多的粉丝财务报表 人为的操纵利润的 这个财务丑闻的发生呢 其实我给大家就是讲一个简单的一个 就是说一个估值 就是说由于有这种市场 才会导致这些企业 它会去追求高额的利润 目前啊 我们也接触到了很多 就是说被并购的企业 现在大家人家的企业 做了两年了 是不是 那我上市公司要去收它 我一般怎么收啊 其实他们一般的 现在我也不知道你这个企业真正好不好 那么就是有一条业绩对赌 就是说 我不管你今天是丑小鸭 但是明天 你能够信誓旦旦的说 你变成白白天鹅 是不是 那我就信了你 那么我们的估值怎么算 一般情况下啊 比方说我 我净利润的话 就是我原股东 比方说我A公司 A上市公司准备去收购一个B公司 那么我跟他谈价是怎么谈的呀 我一般的情况下 我就会跟这个职业经理人说 或者是原来的股东说 你现在股东他会给一个计划吗 说我今年我赚100万 那么明年我赚1000万 那你要买我的公司的话 那你肯定 我今年100万 那你比方说按五倍的市运率 500万我卖给你 他觉得我亏了呀 那我要按照明年 未来1000万 1000万的五倍 那个五倍的市运率 那你就要花5000万来买我的这个企业啊 是不是 那如果说到时候就说现在很多企业就在这种情况下 那打成交了 是不是 那么到时候他今年只完成了100万 他明年怎么可能完成1000万 有可能说蹦到完 完不成的情况 那怎么搞 是不是 那么那那他原来的股东和原来的管理层啊 有可能有利益绑定的话 他就有可能来就是说虚假的做收入 操纵这个利润 然后保证自己的就是说 跟人或者是一方面就是迫于那个业绩对赌的压力 然后来粉饰这个报表 另外一方面他也可能就是说 股东原来按照这个 我我第二年1000万的这个我的股东股权转单款 我都收到了 是不是 那理论上有些条款的话 那你如果达不到你要把钱还给我呀 那有有很多股东 他为了他为什么要卖这个东西 有可能他就是很需要资金 是不是 为了就是说把我吃到嘴里的肉不吐出去 那他也有这种就是说操纵利润的这种动机 所以就是说 我在这里呢就给大家就是讲一讲 就说我们目前的这些企业 是不是 为什么说你说会有一些舞弊啊 一些风险的存在 他其实是基于他的那些管理层和他的股东 有这么一种需求 是的 刚才那个 那我们那个卫宾同学他也在说 他说考核的指标一般有收入 有净利润 有权益 是不是 股东权益 是不是 实际上基本上就是有的是资产 像国企的话就是资产增值保值额 再还有股东权益的那个增值保值额 然后再还有收入的一个呃 业绩的一个就是说目标的完成情况 因为理论上很多国企的话 他会要求就是说呃 在原来的基础上你跟我就是在比方说 目前国家大的趋势是整个收入是增长7% 那么有可能有些企业他的管理层就是说 他的那个上级部门会要求你 按10%的给我订计划 你要给我增长 嗯 并且更有我们了解到更多企业 相当于这个收入啊 他实际上是跟他的工资绑定了的 就是比方说现在很多国企 他会有几个纬度来给他考核 第一方面就是说你的资产增值保值率 另外一个叫收入的增长率 那平时吧 你你你拿80%的工资 那么你剩下的如果你想拿130%的工资 那剩下的百分之就是说你的全额的工资 再加上你的奖金的话 那必须你要完成我的收入的增长啊 所以说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很多 目前的就是说大家也可以看得到那个公开市场上的 就是说公开的就是说有一些上市公司啊 还有一些国企他也在造假 收入在造假 他有可能他不利润他不造假 他收入成本他同时增加 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我们理解为 其实也是属于有点水分的啊 就是说没有真实的交易 然后有的有很多企业甚至是过票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过就是过票 相当于我找假采购100万的一个商品 比方说一个矿泉水100万 然后结果我又我又卖给了乙 我就100万卖给他 然后我的收入成本同时增加 但是我的采购和我的客户实际上不是一个人 但是最终呢有可能算过去的话呢 实际上是有千收万里的联系的是可控的 然后实际上也有这种造假方式啊 同学们你们绷到过了 那个自己有就是说看到的呀 或者是说自己有有有了解到 就是说有一些造假的案例 也可以大家在这个在我们这个层面分享一下 刚才我也给大家讲了啊 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利润 就是说会有一个收入的一个粉丝财务报表啊 操纵利润啊 这些财务的丑闻的发生 实际上是管理层 他有一些利益绑定在这里面 或者是有一些业绩压力在里面的 就正是基于这种历史这个舞弊案例的 这种频频的发生啊 所以现在我们财务报表审计的时候 就是就是把那个舞弊相关的那个责任啊 就把舞弊指定为高风险啊 舞弊大家应该都很了解吧 就是怎么去舞弊啊 舞弊实际上 它和差错是有界定的啊 就是说打个比方说一个事项 我会计做错了 或者是我判断的不对 那是属于一个差错啊 舞弊它是指人为的 就是有组织的呃有计划的去做一些虚无的 就是说没有的 就是说无中生有吧 我们所说的无中生有的这么一个事项啊 所以呃就是说大家要要在这里呢 就是说我们的舞弊和差错 大家要这是一个就是说呃 我们会计书上呃审计书上也说的就是 性质是不是 性质不同吧 是不是 那就是说你差错和舞弊那是性质不一样的 是不是 那你发现了这个舞弊的话呢 其实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 那么我们可能就是要做一个特殊的一个风险 然后来来呃 呃呃呃就是说实施更多的程序 或者更有甚者如果发现了舞弊 可能我们就是说有可能就解除它的合同 你觉得你查不清楚的话 那么你的有可能就是说基于这个舞弊 我们可能在那个报告意见内心里 我们就是否定了是不是 如果这个舞弊挺大的是不是 你就觉得搞不清楚的话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现在呢就是说呃 在这个舞弊就是说作为一个 一个风险的假设 就是说你你不管你你就是了解这个被审计单位 评估它没有多好 但是我们现在一定就是说我们假定 它是有舞弊存在的 并且这个收入存在舞弊 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 就是这个审计事项 你不管除非就说这个收入很简单 然后那你就要写说明 为什么我说这个收入 我认为它没有舞弊 打个比方就是说 我们就是说这个电力部门 他他每天就是说每个月 他要这个这个这个收电费的公司 他就很简单 比方说呃现在有电网 他就把那个电发发发给个电站 然后并且每年就说大家可控的 那么我觉得他是收入没有舞弊行为 或者是说国家指令他每年发多少 那你如果存在这种情况的话 那我们一定要在底稿里写出来 我为什么收入舞弊的假设不成立 那你要写这个原因 否则的话你一定要假定他的收入是存在舞弊的 基于这种收入啊 就是说这种很就的复杂性啊 呃我现在呢也给大家讲一讲 就是说现在我们的收入啊 呃这些企业大概都是怎么干的 呃现在呢我们的企业其实也是有分类的 一般情况下的企业 我们就是说企业实际上 他跟我们这个呃人一样的啊 他其实也是有个过程的 有的企业他是很小的 那么他在很小的这个阶段的时候 呃实际上大家也知道的 他是属于小规模 以前吧像增资税他都是小规模的 而甚至他还有一个叫合定征收 就是基本上个体工商户啊 他这种我跟税务局说我没有能力啊 我就两个人当老板 我和我老婆两个人打个比方说 我开了一个一个小的桌房啊之类的 那么实际上呢 他这里就是财务就合算的 就是不规范的啊 然后有可能就是税务局 他可能也算不了多少交多少税 收入他也给你合 他就每天可能说你就自己报啊 你说我每天能够呃有几有三百块钱的收入啊 然后呃一年啊就一个月一万块钱都不到啊 那么他是属于合定征收的 那像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说他的财务核算肯定是很不规范的嘛 是不是就把自己的呃工资拿了就行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很多老板我们了解到的 他们都记得是流水账是不是 会不会要你们来查呀 他是不需要查账的是不是 他自己做自己 然后每天赚了就捅了就就就就 揣在他兜里了是不是 需要去买设备干嘛 他要扩大生产他自己去买了 然后也在这里 你收底子的做了是不是 呃还有的话就企业渐渐长大了以后 是不是他要招聘员工啊 要雇员雇人啊 或者是说他发展大了以后 那么他是不是也要请会计来核算啊 或者是呃如果想做大的话 那有很多股东进来了 有几个人进来了 为了表示他自己的清白 说自己的这种呃告诉人家 我呃我们大家一起来做是不是 那么呃刚才这个同学说了 规模大了也能核定征收吗 这个不可以的啊 呃以前的话 那增资税的那个小规模纳税人 然后如果你年收入超过了120万的话 然后开发票如果超过了120万的话 税务局会要求你就自动的成为一般纳税人啊 现在金税三成立了以后 其实也没有什么小规模不是说了 大家都可以去如果是小规模的时候 那么小的时候他就到税务局去带开发票了啊 就没有核定征税这一说了啊 核定征税实际上是认为那些个体工商户小企业主 大的时候呢 实际上如果企业不想上市或者是没有引进战略投资者或者是说其他股东有报表要求的话 实际上目前的我们国内的企业实际上还是有很多是采用一个管理报表啊 管理报表是他自己的内账吧 他赚多少算多少啊 还有一个税务报表有很多 他实际上是请了税务师啊 或者是些代理记账的机构 对于那些就是说 要需要开发票的一些事项 他就在税务报表里反映 实际上我们现在所了解到的很多税务账 他是不完整的啊 他是不完整的 我这里就是给大家先提一下啊 就是说税务账他可能就是一个完整性有问题 再还有就是说因为税务局要求你的收入你的你的成本费用必须要有合法的那个发票 他有可能他找不到的话 他觉得哦税务要做纳税调整啊 是不是 如果你的发票取得的不是合规的没有税务发票的话 成本我们可不可以计啊 大家明白吗 我这个成本就是说比方说我我要造这个电脑 我必须要要有这个鼠标 但是我这个鼠标供应商呢 他又不给我发票 那我想问大家成本可不可以加 没有人同学回答我啊 大家还是很懵的吧 财务上啊 财务上的话呢 我这个生产必须的我生产这个产品我必须要的材料 或者是说辅料或者是说原料或者是设备啊 如果说我没有发票的话呢 我还是可以寄到成本的 只不过在算所得税的时候 我这一块成本由于他没有取得合法的税务的一个发票啊 税务机关他会要求我们做纳税调增 就是说我这个成本 你的成本就要减少 理论上就是说表示的话呢 我的应纳税所得额的一个增加 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大家明白了吗 可能大家要如果真的只是一年级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可以 怎么判断成本的多少啊 其实现在在这个金税山的情况下呢 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去选择合理的供应商的 没有票 没有票的这个成本 其实是那个 企业家企业主他的管理 税务局怎么判断你的成本少了啊 税务局他怎么判断 税务局他不管你的成本了 他只是说你所有的成本 你要取得发票啊 是不是 但是如果税务局他来认真的算 就是说比方说你生产这个材料 生产这个商品 你 对 生产这个商品 比方说我 我我我如果说我买这个电脑 他的标配里面有这个CPU啊 有这个内存呢 有这些东西的话 有这些显卡的话 如果打个比方 我这是打个比方啊 啊 刚才这个也引 引显君同学回答的是对的 我是可以寄到 不叫营业成本啊 首先第一我们这些成本 我们首先是通过那个 呃 生产成本 接转到了库存商品 然后库存商品 然后在我销售以后再 接转到营业成本 这么个概念啊 如果说我查到了我这个成本里面 实际上我们现在 现在就是说呃 有很多说服器官 他去调针的话 他是去和大家的发票嘛 是不是 他发现你的发票里面没有 呃 没有和你的那个 比方说你的你的原材料啊 你的产成品里面 你的原材料里面 有一部分辅料吧 理论上我估计大的主料 大家都会拿发票的啊 你的小的原材料没有 没有那个一些辅料吧 比方说一些零件啊 啊 或者是加工修理修配的一些 小的材料啊 他一般的情况下 他就会说 哎你这个纳税调整 那么 介绍成本是没有的 只是说你 你叫调整这一笔啊 交税的时候 叫纳税调整 说到个啊 纳税调整呢 他是要参考 呃 这个这个卫兵同学说明白了 啊 嗯 嗯 嗯 在这里呢 我刚才我也看到了一个案例 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就是说要大家也了 了解到就是说 呃 这个这些上市 这些公司到底怎么在做啊 呃 这个大家可以在那个网上也看得到 这个亚百特啊 亚百特他在15年的时候 他说他的全资子公司 和巴基斯坦有一个合同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 他说他有三千多万美元的合同 他这里他说实际上呢 他就是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啊 他这些这些什么叫木额坦地铁公交工程建工合同 美气民运还是一带一路啊 一带一路 他签了一个大单 是不是 然后证监会调查呀 这笔收入两亿元啊 都是只需无有的 然后 实际上他的收入的回款也不是来自巴基斯坦 他只是伪造了一个施工现场的照片 自己呢 就导演了一批将材料出送出口 啊 所以说就是说 这个就是说 这些东西啊 大家就是说 嗯 由于他的这个利益啊 就是说已经超复了大家的想象 所以说 有的时候大家不要想当然的说 哎呀 怎么会造假呢 是不是 嗯 拿了一个大单 应该是是真的呀 是不是 哎 刚才魏 魏同学说全套造假 确确实实实是 收入也是造假的 然后他也 也有材料送出去 送出去 有可能是堆在那里啊 有可能是 就是说 现在出口 实际上 理论上的话呢 现在出口啊 因为核查的也不是很黏 所以说 现在啊 就是说 包括我们对海外的销售啊 其实也都是 大家都都要 还是要很警惕的 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都要求有 海外的要有这些 合同啊 并且要有船运呢 对 是全套造假 啊 其实大家怎么看啊 我觉得就是说 最终的话 那个造假了以后啊 他最终的利润啊 他还是要回到我们的资产上面 实际上 他最终这些造假 沉淀在哪里 沉淀在了货币资金上面 所以说 为什么说 现在大家对货币资金 我们也要 加强审计 有些造假的呢 就放到了 把那个造假的这块利润 就放到了存货 或者是放到了预付账款啊 或者是放到了 那个债件工程啊 就是最终 你也想资产负债表和平衡 你最终你造假的这个地方 除非以前 我们看到过的很早以前的啊 那就是股东 通过二级市场 卖股票 然后赚钱了以后 把这个钱填进来 虚构收入 然后 他是真金白银的把钱填进来 就是银广下 这是银广下的案例 他是做了虚假收入 但是他股东 通过二级市场 通过你的收入 然后 收入的提高 股票的上涨 就是我现在就是给大家也要分享 就是说 让大家也知道 就是说 你看这随便的就是 虚增利润 两点多个亿 然后 最重要的还是 他的 他的货币资金也是造假的 货币资金有个三个亿的 那个银行存单是假的 所以说 就说 我也提醒大家 就是说 如果说大家去做货币资金的话 不要紧限于 就说我们 我银行对账单 我拿到了呀 那还要去银行韩证吗 还要独立的去韩证吗 或者是我交给公司 自己去给我盖个章回来 所以说 大家也还是 包括银行定期的存端 定期存单 有可能他有的是定期存单 还有一种 他就是说 这个存单 实际上 他是质押了的 他把存单质押了 然后 没有披露 然后到外面 又贷了几个亿 然后这样 就是说 来赚了 这个 比方说 我收到钱了 实际上 也是他自己 从股东的 你自己 你上市公司的 这个三个亿的 定额承担为质押 然后到外面去融资 融资了以后 又通过一些户头 这样子空转出去 其实这些东西 这是一系列的 你造假 不可能说 你只做收入造假 是不是 那你还要 款项还要回来 这些运单造假 大家都知道 也很简单 是不是 运单 现在人家说 我们去海外购物 买海淘 买个奢侈品 然后快递都配合他 一系列的一个 运单造假 也有 我现在 这个就是给大家 首先第一 给大家讲了 就是收入 确实是一个 造假的高发区 以及 就是说 特别是我们的 特别是我们这些 就是这个市场上 因为这个资本市场上 这个利益的驱使 大家确确实实 所以导致 就是说 这有一个驱动 一个利益驱动 相当于你可能 净利润造 造一百万的假 你可以从资本市场上 拿到一千万的回报 那你说有动机吗 是不是 人家说有百分之百的 利润的时候 大家都会挺而走险的 是不是 那么可能我们这还有 百分之上千的利润 那相当于这个利润 就是也是很可观的 然后有可能 他也可能在踩着 那个法律的 这个专着法律的控制 因为目前来说 我们的这个资本市场上 这个证券法呀 还是不太健全 对企业的这种处罚呀 是不是 然后 我觉得就是说 感觉到 还是比较轻的 现在就说 随着我们的牛主席 上来以后啊 现在也确确实实 我也感觉到 就是说 你发现你造假了以后 有可能就让你退市 这个实际上 现在也开始严格一点了 以前的话 确确实实就是说 那个规则啊 就是没那么严格 所以说 也有很多 都占了很多控制的 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收入准则啊 变更的一个背景 实际上大家也知道 这些年我们的那个准则呀 都是向国际趋同 实际上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国家呀 要走出去 并且大家也看得到 我们的 我们的前首富 王健林不是也是买买买吗 是不是 全球采购吗 是吧 说我赚的钱 我爱在哪里买 就在哪里买 是不是 其实也是有一种趋势吧 因为资本家 他实际上 他是逐利的 他认为哪里的资产低估 就是说我正常的商业逻辑 他认为哪里的资产低估 他就会去买 还有一种 我们不好说的 有可能有一些 就是说 洗钱啊 通过海外啊 有一些 把一些 就是说 这个东西就是比较 复杂了 是吧 这个我们也不到这里说 我们认为 就是说大家 我们是按正常的商业逻辑 去告诉大家 就是说 你正常的去收购 是完全按照市场交易的一个 正常的一个背景下去买的 那么就是说 我们的企业 也就是在海外上市也 或者是说 并且你看我们的美的啊 我们的招商银行啊 我们都收购了一些境外的 比较大的主体 所以说 那么 那么你的报表怎么编 是不是 你的准则怎么来适用 所以现在 特别是我们加入了 WTO以后 我们有承诺的 是不是 我们的会计 我们的证券 我们的银行 我们都要向国际靠拢 我们都要 我们的规则 我们都要跟大家一起来玩啊 是不是 一样的规则下 大家才可比 才能够 我就说符合逻辑 是不是 所以说 现在我们的 审计准则 包括我们的收入准则 实际上就是向国际接轨啊 向国际靠拢啊 所以这里有一句就是说 我国的 我国的会计准则啊 然后持续的 保持一个趋通啊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表达 就是 我们要跟大家一起玩嘛 是不是 那么我们要跟大家 一样的规则嘛 不然的话 你说你 你家的规律 长得好看 然后但是别人说 你的评比标准不对啊 是不是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下啊 呃 我们06年版的收入会计准则 和我们2017年版的新的 这里所说的 新的收入准则的一个区别吧 是吧 最主要的区别是不是 建造合同准则 以前我们是单独的 是不是 现在都统一到了 这个收入模型里面 是不是 可能大家就是说不觉得 然后我们站在资本市场的前沿 我们接触到了很多企业 我们觉得 其实对很多企业 特别是用皇宫百分比 是用建造合同的这个企业 影响还是很大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收入准则 是2020年1月1号 在国内大面积的实行啊 因为你找了 没办法搞啊 人家的合同都没定好 是不是 那以前按照建造合同确认的 皇宫百分比确认的 那怎么办啊 是不是 其实现在剩下来的时间 就是给这些比较麻烦的这些企业 给他们一个空间啊 让他们用时间换空间 换合同 给他们一个转换的空间啊 我们原来所说的是以风险报酬 转移为收入确认的基础 现在改成了 是不是 以控制权的转移 为收入确认的基础 是不是 那控制权转移了 现在我们很多的 是不是 有很多情况下 现在目前的收入准则 我们把这个产品交给人家了 控制权也交给人家了 然后我还说我不能确认收入 是不是 我还有 我还保留了一些权利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 这个就是说 按照我们收入 现在新的收入准则 我们会有五步法 是不是 控制权的转移 实际上风险报酬 他也要考虑的 因为实际上最终控制权的转移 拥有控制 是不是 实际上控制权的转移 大家知道没有 就说最重要的实际上 是 能够带来未来收益的 就是从我控制开始 未来的这个收益 都是由我控制的 对 刚才那个同学说是 能够享有收益 实际上我上次给大家讲了一下的 我们目前的报表官 是资产负债表官 实际上大家要 要要就是说要知道的话 我们的资产 资产这个表里 是不是 强调的是什么 是控制 是不是 资产 资产实际上你是要控制的 并且能够带来未来 带来收益的 是不是 所以说现在这是我也是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干货 你要大家去看报表 你的资产 是不是 现金你要能控制吧 才是你的吧 是不是 然后 应收账款也是你的吧 然后 负债表实际上规范的是什么 各种关系 是不是 首先我短期借款 长期借款是我们这个公司与债权人的关系 然后 职工薪酬是我们跟职工的关系 是不是 还有应付账款 我们是跟那些供应商的 人家给了我信用的 我给给我们的一个受信 是不是 我欠他的钱嘛 实际上他是给我受信的 也是一种变相的一个融资关系嘛 是不是 然后在在下面的是股东关系 是不是 所以我的资产负债表 现在 被质押的资产 怎么理解 被质押的资产 理论上应该是 我们的是属于所有权受限的资产 不是没有控制 就是被质押的资产 是所有权 你还有可以使用 你只是说你的产权受限制了 你不能就是说 很 资产的车辆 比方说我们我们就是出资嘛 理论上是不是 出资的这个东西 但是未来的收益我可以享用 只是说我 只是说我暂时可能说我使用有一部分的受限 是不是 但是就是说 但是我我通过这个 有可能是说我的资金流不够了 我拿一些设备 然后去质押到银行 他给我一笔现金 是不是 只是说这会我不能使用了 但是说未来这个涨价了 我把银行的钱还了 他必须把资产给我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单独要披露的 是不是所有权受限 就是说使用受限的资产 就是有 就是属于抵押 质押 相当于你如果说你的房产去抵押的话 你办理了他向权证 实际上你的 是所有权 使用权受限 你只抵押 质押有很多 它实际上是一个所有权或者是使用权的受限和控制权 它是两回事 对的 理论上就是说 我只要满足这个条件 这个控制权 还是我的 但是就是我在这个阶段内 我是不能使用 或者是我不能 没有 就是不能去变卖 或者是你比方说打费 比方说我们以房产去抵押的话 去给一份 给别人一份 这个我去贷款的话 实际上房产证 你都不押给银行了 你还能卖吗 你肯定卖不了 你办点探安全证 你必须赎回来你才能卖 是不是 那么他实际上 但是未来这个房子涨价了 只要我把银行的钱还了 他必须把这个给我 是不是 就是未来的收益还是我的 他这里就有一个多重交易的合同 他的一个会计处理 他相当于也有一个指引 因为现在呢 就是这些包括很多类的交易 比方说 我既提供硬件 我又提供服务 那么就我要分开去处理 是不是 包括原来有一些集成的 是不是 有一些集成的 比方说 我既相当于是 包括有很多这种电信设备 或者是说有一些通讯设备 他必须要有很多电脑 还有要很多软件 然后来形成的一个共同的 包括我的服务 然后共同形成一个 一个一个总的合同 那么他现在就是要求 能够区分的 大家就是把它先拆分 拆分不了的 就是到时候看怎么算 那拆分不了的 那肯定是按你最后确认嘛 都都完成了 来确认嘛 然后还有一些特定交易和事项 他也做出了一个规定 就是相当于会有一个指引 就是说遇到这种事情 那那你就这么干吧 就相当于就说我们学来以后 论为也挺复杂的 特别是就是说 我刚才给大家也准备了 一个收入的一个类别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2012年 那个是证监会对上市公司 对300多家上市公司做的一个分类的指引 那么他这里呢 我看了一下分了19个门类 19个门类 就是ABCD 最后的到是到了G还是到Q 反正就是19个门类 这些每个门类下面有大类 比方说第一个类别是农民幕府渔 然后又有农业 林业 畜牧业 渔业 然后农民幕府渔业的一个服务业 他又分了很多 这个B类是采矿的 采矿又分了很多 就是煤炭开厂和洗洗选业 石油和天烂气的开采 这还有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制造业 制造业是最多的 它分了43个大类 有各种成品的 这里有农副产品加工的 有食品加工的制造的 还有烟啊酒啊 还有棉纺织厂啊 烟草制品啊 然后还有纺织服装啊 服装饰品啊 皮革啊 就是说 就是说这些大类啊 就是 就是说 这个每一类 它的收入 确定都不同的 是不是 它的这种收入的液态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大家 其实 我觉得也挺好玩的 有的时候去研究一下 这些东西 是不是 你看建筑安装业啊 是不是 还有建筑装饰 装饰它就是指内饰啊 是不是 还有其他建筑啊 还有批发呀 还有零售啊 还有铁路运输啊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一 每一个就道路运输 是不是 道路运输业 你收入在哪个时点确认 是不是 水上运输业是点得点的吗 仓储业是不是 我专门货物仓储 是不是给人家出租 然后我还有服务 是不是帮人家运啊 邮政业是不是 包括顺丰上市的 所以说 我们的这个收入的门类 是挺多的 再回到我们的这个收入的 一个区别啊 我觉得大家呢 估计听到我的课 又要晕了 因为收入 确确实实是挺难的 我个人觉得收入啊 现在要要分为几个层次啊 呃 我觉得大家如果是刚毕业的同学啊 那么我们应该就是要 如果大家在做审计实务 是不是 那我觉得大家至少要了解这个公司的收入确认啊 并且呢 就是要要简单的收入的底稿 你要会跟我开 呃 分析性的分析性的东西 大家可能这个能量 我觉得分析这个能量 就像我们注册会计是考审计一样的 你必须是多做多读 多理解 然后熟练生巧 反正管老是个人的经验就是 呃 因为你看多了 哎 这个公司你一看可能拿他的报表 你就知道他怎么怎么在玩了 啊 比方说我前两天看一个企业 15年 16年17年 他的收入都是2000万 两年加起来收入是4000万 然后他的印收账款呢 就给我挂了3400万 那么我看了这个报表 首先那么我就问了那个公司 我就了解公司 我问他 我说你你们怎么给人家去去做做收入啊 那你就说你的合同是怎么订的 那你给那个供应商给多等 就说我卖东西给你了 你大概什么时候给钱给我 他说我的产品交付了以后 人家验收了 合格了以后 基本上就给钱给我了 我说那你给我的报表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 你这个印收账款3400万里面 有很大一部分 至少一半以上吧 那就是说是收不回来的坏账 是不是 不然的话 你凭我们逻辑分析 你2000万的收入 那么你是至少你应该收了 收回到了1000万 打个比方嘛 你一般情况下 你至少你收到1000万吧 你最多也只能挂到1000万 是不是 再就是说你 我讲很不合理的 就是说你的收入都集中在12月份确认吗 是不是 或者是收入集中在 9到12月份确认吗 是不是 所以我看完以后 他说不是啊 那么就说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其实从这个报表上 你可以看到他一些问题 实际上他有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就是我的印收账款 里面有很多坏账 没有处理掉 另外一方面有可能就是说 你的收入提前确认了 根本上就是说 拿到合同有可能 你就确认收入了 就没有 就说没有 没有实施完 人家也没有 你没有交付服务 或者是交付产品 也没有到人家的 那个约定的 给你钱的时间 借这个机会 其实不管大家懂不懂 我也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新准则下的 这个收入的五步法 我给大家聊一下 就是说我给大家认为的收入的 就是说我们审计人员 或者是说我们未来从事会计的 大家的一个发展方向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做一般会计的时候 我要求大家或者是做审计 那我觉得就是说要求大家就是说 你要了解这个业务 不管你做会计还是做审计 这是基本的 你要了解这个公司的业务 然后就是说根据了解的业务 然后去询问到的公司的快收入确认的原则 然后我们再来判断这个公司的收入确认的原则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就是说我们第一步就是提升我们这个判断能力 就是我们要会判断 就是说我们我所说的 现在我对审计人员和会计人员 我的要求就是说 你一定要了解这个公司的业务 而不是说像我们现在 包括我们很多同学有可能去企业以后 所面临做到的也都是按开发票 缺了收入 就说老板今天说 你这个月给我开100万的发票 那么我就缺了100万的收入 其实这个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不符合我们企业会计准则的 除非很极端的情况下 那你就是说 你跟客户约定 我把这个产品交付给你 你验收了以后 就说你 像我们比方说我卖商品给客户 提供产品给客户 那么我的货运到起 运到被审计单位 然后他签收以后 验收没问题以后 或者是说很多企业就是收获回职嘛 就说我们理解他的这个 对产品的这个检验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流程的话 那么我拿到这个企业收获回职的话 那我就确认收入 并且在这个时点我开发票确认收入 这个不是就准则按合同确认收入 而是说现在很大一部分人 没有了解公司的业务 他基本上就是按开发票确认收入 像我们有很多私工企业 像我们有很多这种 就是说服务啊 或者是工程的这些企业 实际上我们给人家去谈合同的时候 我们肯定是谈了一个一揽子的合同 就是说我签订合同的时候 你给我付款合同的比方说100万 给我付20万 然后我我的比方说 我是我的服务团队 就打我们审计业务来说吧 我的服务团队进场以后 你要付我多少钱 然后我的报告提交 或者是我的服务完成以后 你要付我多少钱 但是人家有的时候说 你要钱吧 好啊 那你把发票开给我呀 是不是 其实你能上我们的服务发票 应该是在哪个环节开去啊 应该是我们服务提供 或者是我们产品提供的阶段 因为原来的话 增值税和所得税 它是有区别的 增值税发票的开局试点是什么 是我们的货物 移动了以后 是不是 我们的货物交付给对方 我们就要开发票 就是增值税发票的一个纳税时点 所以现在包括我们很多京东啊 包括沃尔玛这些电商 它实际上它是怎么样 它给它的系统开放给你 仓库开放给你的供应商 你的货到首先来了以后 我是放在了一个周转仓库里面的 这个周转仓库也不是我的 可能这个时间点还是你的 如果你的货在我的周转仓库的时候 你是不能确认收入的 因为我还没验收 然后验收 当它完成收货以后 我们的货 比方说这个A公司是沃尔玛的供应商 他首先他把货交给沃尔玛的时候 他不能确认收入 因为沃尔玛它有一个检验程序 如果你的产品检验不合格的话 他是不想让你确认的 他必须通过他的指检 他的指检完成以后 那么他的收货人员就会做一个动作 就把你的这个货从他的这个周转仓 或者是客户周转仓 挪到了他自己的自有仓库 那么这个时点的话 你看到了 看到沃尔玛做了这个动作 你就可以确认收入了 然后如果说接着到12月31号 有这个时点 他没有确认的话 那么我们是不能做收入的 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有很多业务 包括一些系统流程 他其实是也规范了一下我们的收入确认 新收入下 他有一个五步法 其实大家我希望大家了解一下 那第一步是不是要有合同 如果说这个客户跟你说 他没有合同 能不能确认收入 除非是就是说很多年的客户 他们基本上有可能就是一个订单 就是或者是说一个现在的微信圈也有 微信到微信上 我要走成一个圈 我要下单 或者现在很多境外的企业 我们所了解的大家都是 像沃尔玛这些规范的企业 人家都有订单系统 是不是 他是个订单系统下单的 实际上是也是替代他的合同 他有一个大的框架式的合同 然后匹配的是每一批次的货 他实际上有一个订单的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的合同 是相当于是细分的小合同 是不是 因为首先第一 我要乘他的供应上 我会有一个框架式的合同 然后每一批次他需要什么东西 他就会有一个订单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 一个就是一个纸合同吧 我们所说的 然后呢 我们拿到这个合同以后呢 我们要识别合同中的各项预约一物 因为实际上我们有的一个合同 有很多事情的 比方说现在我们有的 有的就是做技术服务的 是不是 我既要帮他 比方说我要搭建一个服务器 是不是 我就捡一个 就是说我比方说 我要给这个A公司 我是一个服务器的一个生产商 我要给A公司 A公司他需要一个服务器 他成立了以后 他说他要搞运营 要有服务器 那么他是不是 是不是要 我要去了解他的需求啊 签定 首先第一签合同啊 签合同以后 那么我合同里面有很多义务啊 我要跟他搭建 我现在我要 首先第一里面有很多硬件 到底是他指定我买 还是我去买 是不是 有可能很多 很多很多那个 客户他为了方便 他会指定品牌 但是他让你买嘛 到时候因为服务器效果运行不好 因为他不验收的话 到时候如果他买材料了以后 他说 那我们就可以扯皮来啊 你要我买的这个品牌不好啊 怎么样 那他他为了为了 省去这些麻烦 他说你全来啊 你全买吧 那就那么就是说 服务器 他会指定品牌 你跟我买 苹果的电脑啊 或者是你要给我买 英特的服务处理器啊 这些他会指定品牌啊 那么这里面就会有一个叫 我们所说的叫 外购的硬件 是不是 那么这块外购的硬件 怎么手券的收入 是不是 那么 义务怎么约定的 还有就是说 我们现在要给他 如果要给他搭建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服务器 还要根据他的一些站点啊 或者是说他的一些 那个我们还要 我们还有一些软件 要写进去啊 各个方面的 那么可能我们还有一个工程师 还要给他怎么并联啊 架构啊 是不是 那么我们这里面 还有一些旅行 一些义务 一些服务 一些技术服务 还有一些软件的 买卖服务 就是说购买啊 是不是 就说这里如果能拆分 他的意思就是说 那么我们就要拆分 并且就是说 要求我们的合同啊 就是说 为什么我现在一直交代大家啊 因为现在很多老板呢 他是 跟着律师一起 他把很多交易都完成了 然后拿到会计 财务总监这里 就放到我们会计师这里了 哈哈 这个合同 我们怎么缺的收入啊 因为 那老板 他签合同的时候 就有各种各样的商业条款 或者商业情形啊 是不是 他根本没有考虑到 你会计怎么去做 所以现在我们很规范的公司 我们要求 你签订合同的时候 我们必须会计师要在场 或者是说 你们公司的财富总监要参与 你至少这个合同 到时候怎么确认收入 是不是 然后这些款怎么收回 那么你要 你要参与进来啊 不然的话 到时候你这个账怎么赚啊 有可能你就会把这个公司给完死 这公司一天到晚在做事 然后不能确认收入 这笔也不能确认 那笔也不能确认 根据合同都不能确认 是不是 他第三步呢 就是要确定交易的价格 这个交易的价格 实际上就是说 那么我们这个 女业义务能够分拆的 就分拆到一二 不论分拆的 那么就放在一起 他就是说 第三个就是要交易价格 分拆着各项女业义务里面去 然后相当于 在就是在 在业务旅行的时候 我们才来确认收入 是不是 相当于他这里就是说 你可以分断了 因为这里为什么是 完工百分比 他也他也那个 那你就合同叫要求 就是说要求 你这个完成了以后啊 你这不能再找我要钱了 是不是 我做了一半 有可能你到时候说 啊 我这个这个 还可以 如果你达不到我的要求 那你钱要退回来 那搞得我做了一半 我也不能求你收入 是不是 我看同学们还有这方面呢 有什么样的问题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 不明白的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记住完下了 这个同学说的是这样子的啊 我是这样子想啊 其实我希望我们BT学院 或者是说 听到我这个课的同学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啊 你们还是不要去太小的企业 因为小企业 真的我觉得 首先第一啊 就是会颠覆我们的知识观 你实际上 你去了小企业以后啊 那你做规范的账 你都做不了了 因为我上次有一次 我们有一个财务总监 他就是 他就是想招一个很规范的企业 很规范的财务经济 他说我面识了好多人 人家每天来介绍的就是我怎么样会做两套账 所以 我希望啊 我们的同学啊 就是说 因为现在 大量的新三板啊 上市公司啊 其实也极需要我们的财务 包括我们的审计 其实我们都很需要这些人才啊 我希望大家其实还是不要去太小的公司 即使是说很轻松 但是我觉得其实对我们未来啊 其实是是是是没有利的 说小企业都是两套账呢 这个可能也会武断了一点 其实就是看老板的一个个人的一个需求 以及他的这个业务 是不是 因为 因为现在大家知道的增值税是17% 你同样的现在大家去采购商品 或者很现实的啊 打个比方说我我我我只有100万 我来成立这个公司 是不是 那么打个比方说我买设备啊 我买设备的话 我50万去买设备的话 如果我要增值税发票的这个设备 就是就是58万5 有可能我我我当时我我就拿了100万来投资嘛 那我买设备的时候 我就不想 比方说有可能这个8万5我省下来 我可以租几个月的房子啊 或者租一年的房子啊 所以小老板的时候呢 我觉得他不规范 其实也是有他的一个市场的逻辑的 因为首先第一 他都是自己掏钱出来做的 是不是 然后第二个 他也其实也是省着花的 这点我觉得其实 如果大家去创业你就知道了的啊 因为就是说 你想我我我有个朋友上次去创业 也跟我说 他说他原来在三星上班 他说我原来到三星上班 我都是很规范的呀 是不是 他说你想我就筹了50万来来开这办这个工厂 我这个设备10万块钱 如果我要发票的话 那我就要交11万7出去 是不是 那有可能我这个房租一个月就1万7 我就我就死下来了 我的员工还可以给他工资高一点 是不是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小企业 我说但是呢 你如果说你暂时因为资金的困难 你伤失了这个 那你的账上可能你这里没有发票的这个设备 你就没有入账 是不是 可能他就不入账了 然后到时候等他哪天 如果做的很大的话 那么就会有一堆的这些设备啊 就没有入账嘛 是不是 就会存在着有很多历史上的问题 知道吧 因为理论上你关键的设备你要有啊 不然你这个产品怎么生产出来的 是不是 那涉及到就有税务问题 我这里是给大家也是抛罪你的讲一讲 就是这些 为什么小老板 他这样也有他的一个发展 一个瓶颈 另外一个呢 确确实实是 确确实实就是说也有这么一个 一个弊端 如果说你不开发票啊 不用的话 是不是 然后那么就是 以前年的损益调整 你不能滥用啊 你要滥用的话 税务计他也可以查你的 以前年的损益调整 税务计是可以查的 他会 如果他认为你这里有这个科目 你放了一些 一些那些不规范的东西 他也可以查的 他 这个同学说 记忆那几年不见账 实际上他可能是用流水账在管理 他们老板 他也有他的管理方式的 他自己他也可以算他的一个 赚了多少钱 他可以简单的算嘛 是不是 他只是说没有像我们这么规范的去核算 他实际上就是一个流水账嘛 一个资金流水嘛 是不是 如果他遇到他现在有一些什么发展好了 是不是 那么他又要回头嘛 就要回头又要理账啊 又要来规范啊 是不是 但是实质上他有很多东西是规范不了的 哪一块规范不了 因为就是说税务这一块收入这一块 因为原始报表是指我们 就是每年的5月31号 我们就是向税务局去申报 我们的这个上一年的收入总额 然后再交我们的所得税 然后一般的就比方说证监会啊 还有这些你去很大的公司 我们就会要你提供你的原始报表 和你的现在的这个报表的差异 实际上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不规范的一个程度 这里的一些合同的一些条款啊 我就不给大家细细念了 因为实际上的原因啊 实际上呢 我们就是说 这里呢 这里有几个比较 10点啊 就是我刚才也给大家讲到过了的 是吧 就是我们比方说 我们境内的上市公司 知道吧 境内的上市公司 应该上市公司吧 一般是先行先事嘛 是吧 2020年1月1号执行 是不是 然后其他的企业 其他的企业实际上市 2021年执行 是不是 以后就说这个我们也会专门的来讲 这些新的企业 新的新的收入准则 大家怎么做 然后结合他们的那个省级实物 可能给大家也分享一下 各个行业类怎么做 特别是一些特殊行业的啊 因为这个也还是要研究 因为官方的这个实物准则 一些讨论还没出来 我们也不敢乱说 因为现在只是给大家一个失落啊 那么就是说 我一直给大家强调的啊 我们省级 省谁啊 是不是 我们省级 其实是省被省级单位的一个披露 和被省级单位的一个 他的一个工作成果 是不是 那么实际上 我们首先第一个 我们是要 要找他们拿东西 是不是 所以说我觉得 大家去做收入的时候 那首先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拿什么东西 是不是 那么那么我们首先第一个就是 我们这些明细账 总账 报表 是不是 报表我们要核对啊 是不是 相当于我们总账明细账 先是明细账跟总账核对 然后 然后我们总账和报表要核对 是不是 大家肯定说 诶 肯定是一致的呀 其实大家真不能这样说 因为 因为现在很多公司都是用的系统 在在核算 这个系统里面呢 他实际上就有一些 就是还是要加工的 或者是说有一些 就是存在着 所以不一致的 因为他机器 他毕竟是使的嘛 是不是 像我们原来就是 我们有一个 做了一个供水 就是自来水的 那他的收入 他实际上 他就是要加工 他的他的 从他的那个系统里面 系统里面就对上的 是不是 那那理论上 他的系统里面的收入 比方说 他有一些 就是我不能 不要确认收入的 是吧 他就相当于要 自己还要加 加组 相当于就要 就要分析整理 相当于这个 这个数据 然后再再来 我们就要去核对 他的这个 整理的过程 对不对 然后这些规矩的 符不符合要求 是不是有一些 是属于免费的 是不是 公用的 他就不确认 或者是说 不能做收入的 是允许的范围内 有政策 有规定 那他拿到文件 拿到政策 说有多少 是不是 就是说有允许 我审靠多少 那大家就要 拿到这些东西 来检查 符合要求 合理就行了 这还有就是说 首先第一 这个会计政策 会计政策 我们一般情况下 我们是要求 会计自己 跟我申报 如果说 蹦到那个会计 如果说说 我按开发票 去的收入 是不是不崩溃了 我们还要跟他 一起去捋 是 然后那么 肯定就是说 他的政策 不能这样写 然后他的政策 和他执行 有差异的 那是不是 我们就涉及到 什么挑战的问题 这个就是说 给大家提一个思路 然后这里就是有一个 销售定价政策 销售的一个 一个定价的一个政策 和有些会计 他是说不明白 那你就帮他导明白吧 然后还有一个 你能不能让他找一个 能说明白的 能够拍板的 定收入准则的人来说 是不是 收入确认原则的 要不就是说 那你就调呗 那他如果他都不明白 那你肯定 你就使劲的调呗 那肯定你说了算吧 说到这个挑战 说到这个挑战的时候 我也给大家再强调一下 挑战 因为我一直给大家强调的 如果企业做错了 你没有发现 那是你的水平不行 但是如果你调账 你调错了 这个我就觉得挺难受的了 所以说我现在要求大家调账 一定要取得合理合法 就是你每一笔调账 你要把那个 我为什么要调的 这个原始凭证都复印一下 我的理由要很充分了 相当于如果你不调账 你可能就是说 我按正常的程序走就行了 如果你设计到要调账的话 那你肯定还要拿到你调账的依据 并且我调整分路还要克服认可 是不是 蹦到像刚才这个卫兵同学说的 有些会计他也不懂 有可能你调错了 他也咔嚓 他把账也盖了 认可 我真的蹦到过这种情形的 所以大家还是说 遇到调账的时候 如果我们是菜鸟的话 我们还是要跟项目经理 跟一些项目经理 我们就是说多来研讨 就是说调整 保证我们的调整分路 是对的 就是要不你就不调了 不调了可能 那错也可能在容忍的范围内 重要性水平 大家要调的话 也还要考虑到 就是说我们所说的重要性水平 对 相当于涉及到调整分路 你就一定要汇报给你的经理 就多跟他沟通一下 说我为什么要调 我这个事情对不对 还多问几个人 知道吧 有可能你说的是对的 但是你多问几个人 然后就这个事项 调整事项 如果你落实了以后 下次遇到这个情形了以后 那你知会一下就行了 基本上你能保证是正确的 这里我们做收入的时候 我们要了解他的产品 他做什么东西 是不是 还要了解他产品的价格 就是今年的卖了多少 明年卖多少 相当于给大家都要讲一下 其次我们还要了解 要拿到他的销售合同 至少我是这么理解的 这个公司如果分为几类的销售的话 那你一类要取得一个合同 要去看一看 检查一下 比方说像我这个公司 卖这个比方说 卖这个A产品 假公司卖A产品 它既有国内销售 又有出口销售 是不是 那国内销售呢 打个比方说 他既有卖个超市的 又有卖个批发商的 那是不是 我每一类 我都要取得一下 他的一个穿行测试 去看他到底怎么干的 是不是 什么时候确定收入 还有他出口也是 他出口出出口的话 他分有很多价格 合同怎么签的 合同是不是FOB价 合同如果签的FOB价 那么我就看他装传的 没有是不是 有曝光单的没有 有传单没有 开发票的没有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这些 有很多具体的试点 客户的管理和信用评估 评估的一个制度 以及这一个实际执行情况 客户的管理呢 就说 就跟我刚才说的 毕竟我的产品 是花了钱做出来的 我为了扩大销 我可能会是个销 但是我是不是要评估 这个我卖给谁了 这个人到底怎么样了 是不是 我不能把我的东西 卖给一个叫花子吧 到时候他不给我钱 咋办 是不是 那么就是说 我们这个公司 就是要有一系列的 行之有效的这么一个 相当于一个客户的一个管理 以及这个信用评估 相当于现在很多的 就是给了那个 卖保险的 叫中信保 这些公司 有海外的 他可以去评估 或者是他对企业 他会做一个真信评估的 比方说 现在连我们国家的主权 都有评估 是不是 所以说现在 现在马上就说 这通过外部 其实企业家 还是有信用来的 所以说你 你要看到这些企业 他到底 他怎么管理他的客户 他有没有执行他的 有可能很多企业 他为了那个扩大销售 他有可能就放松他的信用 那么就导致他的收入增加 印象账款增加 这个也是一个 逻辑上的一个勾计管理 另外管理很好的企业 是不是他所有的销售合同 他都有专门的人管理 整理了 都放好了 然后并且你要看他的合同 他还要有一个合同台帐 说我今天 今天跟谁签了合同 然后就说 有专门的人管理 你要哪个月的合同 他都可以找给你 这就是内部控制 比较好的企业 接着呢 我们还要获取 各类销售模式下的销售合同 就是刚才我给大家讲的 因为现在的客户 现在的业务也是 五花八门 刚才我给大家讲了 证监会规定的有 19个大类 是不是 90个细分小类 因为我仔细看了的 并且每一个细分小类里面 还有很多点 是不是 并且我们还要检查 他的合同审批表 规范的公司 我不是说你要跟我做 生活生意 我就做 是不是 那我还要看你这个 我要审批你的合同 并且我还有权限的 是不是 我总经历 比方说500万以下的 200万以上的 那我要 200万到500万的 我总经历可以签 如果大公司的话 那500万以上的 有可能是我的 通过哪一个部门呢 是不是 我的董事长才要签啊 就是说 就是他有一个权限吧 就是说有可能说 我的销售总监能签到多少 他都有一个 有一个合同的 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职权 他的 他的要求不一样 所以他们有可能 他面对的压力 也是不一样的啊 我现在呢 就是以这个 有一个制造企业为例啊 就是一个 生产电子产品的制造企业 那么我就给大家讲解一下啊 就是我们的收入啊 收入的目标 我也给大家再讲一下 是不是 这个大家都知道 发生 是不是 发生 是真实性吧 是不是 存在和发生 它是真实 你有没有发生 这个业务 比方说我 17年 我做了这100万的业务 100万的收入 那么这个收入 是发生了的吗 它的真实性 对不对 是不是 第二个就到 它的完整性 是不是 完整性的话呢 就是说 你这个100万的收入 你确认的对吗 完不完整 如果说你的目标是 管理层 就是说 董事会 或者是说你的股东会 股东给你的目标是100万 结果你实际上做了150万 但是你觉得 我今年已经完成了100万 那我隐瞒50万了 我就做100万 那么就涉及到一个完整性的问题 准确性 其实和完整性 它都是有一个的 准确性 它涉及到一个就是 一个计价 就是说 你适用加全平均 移动平均 你这些做的准 做的对不对 是不是 那么就是说 你的单价对不对 你留的那个减值 各方面的这些对不对 还有你的产品发的 发出去的 接转的成本 对不对 这相当于是你的收入 你的收入 有没有占关理贷 就是说你 确认了这个死点 对不对 还有一个截止 截止的话 收入的截止 大家明白吧 实际上就是一个跨期 一个分期 就是我说的 就是有个截止性测试 就是说 你这个收入 应不应该放到今年 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说 比方说我是一个 我卖啥产品 卖服装的 打个比方说 我卖服装 我就卖给经销商 卖给经销商 那么我收入确认的 我合同跟他约定 跟经销商约定 是不是 那么我的服装 到达了你 你指定的快递 或者是我 如果是属于 两种情形吧 一种情形就是说 你安排 那个快递人员来收件吧 那么就说 比方说你经销商 打电话给我说 说假公司 我要100件服装 100套服装吧 我让这个 我自己来提 就是我派的车来提 那么 我的收入确认 是不是我这个车 我交给你指定的 这个司机的时候 那我就确认收入 那就让那个司机 给我签个字 是不是 然后我加上 我跟他沟通的这些佐证 证明我给他了 那我就确认收入了 还有一种 打个比方说 这个经销商很大 我要1000件服装 我要卖给他 那么他说 那你送给我吧 那你送到我家里的时候 我就 我就 我就确认收入啊 那么是不是 我们就安排 这个司机去送货 是不是 如果有可能 有些客户是月节的 是不是 有个月节的 打个比方说 我打个比方 有几种情形 我12月27号 送的货 我自己派的 我派的 打个比方说 我要求顺丰送货吧 并且我也要求顺丰 给我回资 是不是 那一种情形是 12月27号 比方说 我送到湖北 从深圳送到湖北 理论上两天就到了吧 是不是 那么12月27号 我送的这1000件货 然后顺丰也给我签收了 那我是可以确认收入 是不是 没问题吧 还有一种情形 就是说 绷到有会计 有的审计人员 疏忽 就是说 我也是委托顺丰送的 打个比方说 我不是委托顺丰 我委托了另外一家 快递公司送的 但是12月27号的时候呢 下雪了 结果那个就没送过去 结果他快递单也回给我了 我就没仔细看 实际上呢 他是2018年的 1月2号才送到的 那有可能那个会计啊 他看到了这个 这个快递单 他就确认收入了 他就没认真看 那这里就涉及到了一个收入的跨期 是不是 就说我 我这笔货 你能上 我应该是要送到客服 客服的那个 以那个签收日期为准的 如果说我同样的 12月27号送出去的话 有可能遇到各种情形 是不是 就是以客服收到的 这一个日期签收 叫收 我们有的是要收货回职 有的叫 叫那个送货单的回签 是不是 就说大家就是 一定要 就是说这个截子 就是我刚才所给大家讲解的 这个意思 就是说 一定要去取 就是我收入 就是我关账前后的这五笔 这些快递单啊 也好 看就是说 看他真正的这个日期 是跟公司记账 有没有是一致的 就是这是我 我给大家说的一个意见 这个收入的分类 分类的话呢 就是说 有很多公司 他有很多类别嘛 是不是 比方说 他有的是产品服务收入 有的是商品销售收入 有的是技术服务收入 是不是 所以说 他就分到不同的类别 是否正确 是不是 这个第五个呢 这个 第六点 这个猎豹 收入的F 就是猎豹呢 他实际上是一种披露啊 就是说收入 我怎么披露 在报表上怎么披露 就是我们现在 一般的收入 是怎么披露啊 要分 分类别 披露吗 是不是 还要 还要比较上年的 是不是 你看那个年报里面 是不是 有可能收入 有可能还要分地区 分行业 是不是 再做一个比较细化的披露 就这里给你也报 收入的目标 这里不就说了 我要获取这个明细表 它其实有一个准确性的目标 是不是 对收入执行分析性程序的话 它可以就是 对应的是收入的发生 完整性准确性的目标 然后我们的销售模式 检查收入的一个会计政策 它有一个分类 一个列报 还有收入的截止性测试 那么它有一个发生 完整准确 还有一个截止 这还有收入的截止检查 它其实实现的是一个 截止的一个目标 还有检查关联方 检查关联方交易的话 实际上它有一个披露 这里我觉得这里还有一个披露 关联方也要列报的 关联方交易 我们都要披露的 然后还检查一些特殊的一些销售 我们也要列报 再还有 这里它主要的就是说 一个收入的一个列报 大家要休息一会吗 如果不要休息的话呢 我就记述给大家 就是有一个就是说 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程序吧 就是说这个东西 大家大家就说要来要要来编的吧 是不是就你不管你懂不懂收入 反正领导安排这个明细表 你要会编吧 是不是啊 那么我现在就是给大家就要 就要就是说第一个程序 叫获取和编制收入的明细表 收入的明细表 当然它的目标 它的步骤的就是说 这个我们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是想客服啊 客服取得的 我们有的神经人员 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表 给了客服 让他提供啊 是不是 他帮我写啊 然后我再来合 是不是 我们现在呢 其实我们瑞华 我们也是用的那个中谱软件 实际上如果 它的帐套 如果按经典啊 拥有啊 比较规范的话 实际上我们可以生成这个明细表 如果能生成明细表 说明它做的比较规范 这里就是我就给 就以这个制造业的一个案例吧 给大家讲一下 怎么来编这个表 好吧 大家能看得到这个 这个版本吗 我这个应该是最大的了 我看我在我这边的电脑打开 看能不能啊 给大家看 看效果会不会更好一点 对我这边的电脑打开 对我这边的电脑打开 嗯 嗯 好像效果也是一样的 嗯 我们这个表的话呢 首先就是说第一个表啊 给大家也还是讲一下啊 第一个表的话呢 就是说这是一个总表 就是我们审计啊 其实就是说这个总表起什么作用啊 这个总表总体来说 其实给大家是来核对 就是说我们这个总的收入 主营业务 其他业务 然后我们总的收入是多少 然后实际上是给大家一个总体的概括 这个表大家其实就是说 怎么填啊 如果要大家填 大家怎么填啊 实际上我们是从那个公司的那个总账系统里 把这两个数据贴过来 本年发生额累积发生额贴过来就行了 大家能明白吗 都可以理解吧 这个 这个总表的话呢 实际上基本上就是说是一个总化的一个东西 如果我们有调整分路也在这里 要演示出来的啊 那么呢 这个明细表呢 我给大家就是讲解一下这个明细表 我们这个收入的底稿做的是挺细的啊 它实际上就是 刚才这个同学问主营业务收入为什么有两行啊 这个理论上应该不要看它呢 它这里可能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链接念过来了的 应该应该我们我们不要看它这个啊 可能可能当时是有一个一个链接念过来了的啊 实际上主营业务收入都只有一行的啊 没有两行啊 它这里有一个有一个链接 因为可能当时它清楚的不太干净啊 啊 这个是这个是一个总表啊 然后呢 这个是明细表 这个明细表的话呢 它实际上 嗯 我们这里呢也会有一些三件啊 就是说为了 因为它其实它的品种不止这么多 它是一个电商的行业啊 它是它不是一个电商 它是一个像美帝 类似美帝一样的 做一个小家电的企业啊 一个子公司啊 呃 它这个表的话呢 我们的明细表 明细表里面它是有很多内容的啊 它这个明细表的话呢 它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通过做这个明细表 就可以发现呃 第一个 我重点要做哪一些 是不是 我重点我要做 我我哪些表 我哪些是重 是我的重点的 是不是 那那那我们怎么来来 就是分辨我的重要的 怎么做哪一些啊 是不是 首先我 我们现在是给大家做一个思路啊 就说第一个 就说我不管你是不是菜鸟啊 那老师安排你做这个营业收录的话 那你不管三七二十一 第一张表 我给大家做了 是不是 做完以后 那你就可以看到 哇 我的我的变动 我本年跟上年变动 哦 整体可以看到 哦 这个公司的收入少了 是不是 这可以得出来这么一个直观的 一个一个一个分析的 就是这种能力 我想大家还是有吧 就是说 看到这个表以后 我可以知道这个公司 今年收录做的没有去年好了 是不是 你看我整体的每一个都是负的 是吧 跟同期相比的变动比例啊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说 首先第一大家是由浅入深 是不是 第一点 收入少了 是不是 第二点 那大家再来看 是不是 他这里是不是有多有少啊 这里就看 是不是 总 虽然我总体的收入是少了 是不是 但是我分品种的话 分到细分到这里面的话 是不是 就是我有的还增加了 我有的还是减少了 是不是 那么就是我现在就是给大家讲一讲 我怎么来做 是不是 那按照我的思路啊 就是说我自己 如果说是我来开这个底稿 首先第一点 我现在就要把这个 这个收入 我就要 我要做一个分析 占比 是不是 所有的这些 这些 这些类别里面 我要 我要抓重点啊 是不是 相当于是 那么我首先像我 像我就是我来给大家捋清一下思路 那比方说我现在 我的收入 是这么多 是不是 那么我就做一个分析 我就看 这个收入里面 我们 我们就是说抓问题 我们要抓关键嘛 是不是 哪些关键的事项 是不是 那么你关键的 你把关键的把握了 把关键的掌握了 那你这个审计 是不是没有风险了 是不是 那么你看啊 这个 如果 如果领导给我派的时间长的话 是不是 时间很短的话 那我是不是一定要把这两个事项搞清楚 是不是 把这两个 两个 这两个产品销售的这一些 我要把它搞清楚啊 到底销售的怎么样啊 是不是 它的这个结构啊 是不是 这 这我要 我一定要 我如果说你给我的时间短 那我一定要把这两个品种搞清楚 是不是 如果你再方块一点多点时间 是不是 我是不是要把这两个也搞清楚啊 是不是 我如果把这几个都搞清楚了的话 那我是不是90%以上的这个风险我都把控了 是不是 嗯 我刚才说就说我首先第一步我我是把这两个搞清楚是不是 如果我还有时间那我就重要的话上首先这里我还是给大家讲到啊 就是重要性水平贯穿到了我们的全部啊 就是这个只要说比方说我的重要性水平啊 有有就是说比方说超过了我的重要性水平的 我都还是要关注一下啊 啊 因为本来我们是用的抽样是不是 对 我这四点我都关注到了是不是达到了90%啊 是不是 因为你90%的问题都落实了以后 那你你的这个省计还有风险吗 我觉得是没有风险的啊 嗯 这是一个啊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那么在这我按照结构的时候 我是不是选了比较重要的几个几个几个方面出来了 是不是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毛利率变动很大了 是不是我们也是我们的重点关注对象啊 是不是 那么毛利率变动 就是说变动最大的 增减变动最大的是哪些 其实 这个也不是这样说 因为你重要性水平的话呢 它定出来一个水平 它实际上是指一个错报 你不可能说 如果说这个收入很多的话 你不可能说比比都要去看的 像我前两天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科目的话 我的有五万多行 是不是 如果你重要性水平定的低的话 你不每一笔都去看 那你怎么看得过来啊 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现在审计还是有一种抽样的方法 就是说你风险导向以后 你再去抽样 那么你现在 我咖啡机果汁机 我这个很重要的话 那么我就针对它 就说去抽样会多一点 然后这些其他的 你就可以简单的省略 或者是我的重要的工作 就是针对它来做 就是分析性符合 实际上是要找我们 我们去哪里 往哪个方向去发力 能够保证把我的风险控制住 我不知道这样说 大家就会不会觉得绕口 就说分析性符合 加上重要性水平 实际上是给我们一个 工作的一个方向 一个策略 就是你怎么做 你这里给它这么一堆 有可能这个收入 这个才一个多亿的收入 有的多的 有的十个亿 百个亿的收入 有几十万行 你怎么去做 你去做哪一些 是不是 它这里就是有很多的 一些程序 就是说 我们很多的一些 神级程序 发生额大于分配的实际 执行的重要性水平 错了就是重大的错报风险 你已经大于了那个重要性水平 那就是错报 那我们就要调整嘛 是不是 你如果你的你的你的错了 错了我们就错了 就是高于我们的重要性水平的 我们就要挑战了 然后并且还有 如果说你发现它的这个错了的话 首先第一 有差错的话 我就要扩大样本量了 就是你要你要判断我这个差错 是不是说是偶然的 这笔就做了错了这一笔 还是说它还有其他的类似的错误 我要重新再汇总 有可能有的低于 做一些水平的差错 你要发现差错 我就要扩大样本量 然后要保证 就是说我这个差错 就是我们的审计程序 它不仅仅简单是抽查的 其实有很多的比方说分析性符合 还有就是说我们的一个 一个检查 一个就是内部控制的一个了解 还有就是说我们的就是 穿行测试 每一类别的一个穿行测试 其实这个审计的抽样 它不可能说是百分之百的 比方说我都去抽 因为我们的审计抽样 我们是 理论上应该就是说 它会有一个样本量的一个 比方说你每天都有发生 每个月比较频繁的 那么我们的样本量 就是审计抽查的样本量 是二十几个 是不是二十五个 然后如果说发现了 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追加到四十个 然后如果你还发现了 那个还觉得发现了 我不能控制的话 那么我们的审计 就要抽查到六十个 它是会有一个这么一个 逐渐的这么一个递增的过程 后面它会也会有一个 就是一个重要性水平 已经我这里一个抽样的方法 它会到这里有一个掩饰的 如果你靠抽样 你是抽不过来的 因为你想现在有很多企业 随便的它的业务量 就是几万笔 那你怎么抽啊 那现在你想我们一个审计 一个年审 人家做一年的工作 可能给我们有可能半个月 是不是 对 因为我们判断 就是要判断 它可能出错的地方 通过分析性符合 觉得它哪些地方是重点 哪些地方可能出错 那么我们就往这地方去实力 去凑 如果说最终我认为有判断 有问题的地方 它都没问题的话 那么我们整体认为 它就满足这个要求 包括那个内部控制的 这个评估 包括它的那个 公司用的一个系统 还有它的一个控制 对IT 对那个系统的一个控制的运用 综合来判断 这个公司的一个 这个报表 整体出来的一个水平 和一个基础 这里我就给大家 就是讲一下我们的思路 就是从这个里面 从这里面可以看到 这个收入 就是说 这个明细表 就是有哪些收入 比方说我这个经历一个多月的收入 就是哪些品种带来的 至少就是说 完成这张表 那么我们达到什么目标 是不是 那么我们要知道 它在做什么 是不是 然后是什么样的产品 带来的这个收入 就是说主要的收入来源于哪里 哪些品种 就是说我现在就是要求他们 就是说我们审计人员 你去让一个企业做审计 第一个你要了解 人家是做什么的 因为现在我发现 我们好多小朋友 跑到企业去赚了一溜的话 我说人家是做什么的 不清楚 人家的产品是什么 人家的服务是什么 你要说清楚 是做什么的 第二个 就是 我今年收入 比方说一个月 那主要是哪些收入 主要是哪些品种的收入也好 就你自己做了这个收入的话 我就要有这么一个印象 这就是我对你们的要求 就说菜鸟 你至少你应该有 就说第一条 我知道这个总表我会编 是不是 第二个 我编了这个明细表以后 我就要有一个思路 这个公司是做什么的 然后 他这个 今年总收入是多少 那我们要记住 因为我们审计会计 我觉得我们跟数字打交道的 我觉得我们大家大数 大家还是要记得 是不是 并且 你要说 这个收入 主要是哪些产品带来的 如果大家去做收入底稿 然后你做完以后 你能说到这两条 我觉得你的项目心理会对你刮目相看的 其实编了这两个表 我给大家达到的这个效果就行了 刚才这个 这个允同学 对对对 我一步步给大家讲吧 第一步就是 就是 其实呢 我一直给大家说的 我说其实我们的底稿 就是说大家只要认真的执行我们的底稿 有些问题它是可以发现出来的 那么就说 第一步编我们的总表 大家就会有 对这个公司有个总的认识 是不是 总收入是多少 然后其他业务收入 主要业务收入 一个分布 大家会了解 第二个 编到我们的明细表 大家要 我们的总收入是从哪里来的 就是什么样的产品给我带来的 大量的收入 是什么样的产品带过来的 这是第二点 第二个程序呢 就执行我们的分析性程序 执行分析性程序的话呢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啊 就是分析结构啊 价格啊 然后毛利率啊 与上期比较啊 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我就 就也是以这个案例来给大家讲啊 分析性的程序啊 我这里呢 就是他这里就有分三个年度的分析啊 分三个年度的分析 他这里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比较大的这个这两个品种 这几个品种 看到没有 他都纳入了我们这个分析性的范围 实际上他更多 但是我我由于这个篇幅的原因啊 我就是给大家 对 刚才刚才这个 林显君同学说 呃 一下子 继续 他这里就是 这个收入 这个表 大家下去以后 可以就是说 认真的去看 喂我在上课 这个颜色我就不给大家搞了 这个表的话 实际上其实 我们现在呀 很多同学 我就觉得大家的就是说 分析能力怎么来提高 是不是 这个分析能力怎么来提高 实际上呢 其实大家只要认真的看 实际上 然后把你看到的 你笔的写出来 实际上 他也是可以那个 可以说出来的 是不是 你看他这里的毛利率 是不是 好 刚才呢 我们的这个经理又在吐槽这个员工 说有些分析性程序做得不到位 因为这些东西的话呢 确确实实就是说 如果大家出入职场的话呢 可能就是说这个思路啊 还是要给大家捋一捋的 如果不捋的话 大家可能确确实实就是说 因为学校指导的和我们的确确实实 还是有差距的 就是说这个大家有一个叫 我觉得就叫知识的一个转化能力 是不是 但是呢 我觉得首先呢 我自己个人觉得啊 大家还是要先看 比方说 这同样一个咖啡壶 是不是 他16年的这个平均售价 他比方说138 是不是 然后 他15年的就是149 那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我降价了嘛 是不是 那他的毛利率是不是 毛利率 我16年的毛利率 17.58 然后15年的呢 就是11.43 是不是 那为什么就是说 我降价了 我的毛利率还高呢 那就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嘛 是不是 那就说我 为什么降价了毛利率还高 那是不是我们这里是不是就是 就要把这个作为一个重点啊 那么我还要 就要对他进行细分啊 是不是 然后我就还要进一步的来 分析他的结构啊 来来明白 他 比方说我这个咖啡壶 那主要的材料是不是钢啊 钢铁啊 钢材啊 如果钢材是不是在16年 然后大大的降低了呢 并且也就是说 我的售价可能也稍微降了一点 但是还没降了 就比我的成本 就是降的少 所以导致我的售价低了 但我的毛利率还高了 所以说就是说这个 你就是要用我们进一步的 那个结构分析 产品的结构分析 然后再来 这个尿耗分析 这后面也有一个啊 就是尿耗分析 来证明我这个判断是对的 是不是 这还有这个果汁机 是不是 果汁机的毛利率 啊 四点几今年 是不是 去年八点几 他这里就说了 果汁机 然后又贴牌了 是不是 然后并且果汁机 他说竞争很激烈 也是他们的主导产品 是不是 啊 并且他这里也说了 有一些产品 他是卖给 是我自由品牌去卖的 那我就卖的贵 我是给人家代工的 那么我的毛利率就低 是不是 这个也是这个也是在一个合理的范畴啊 这个这个主要尿耗的这个分析 就是说你现在就说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点上来来去分析啊 因为分收入分析 我们一般就说就我们的总体的经验有经验的人来说我怎么分析 我一个是总体的分析 是不是 那么我一个就是说总的 就是说我今年我不管你的收入是多少 那么我就咔咔咔拿着你的收入成本 我去算你的毛利率 今年和去年 然后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 整体的一个毛利率变动是怎么样的 然后 结果 然后我再来细化到你主要的产品的毛利率 这种波动的趋势是不是对的 然后来证明你的这个是合理的 这是一个分析的方法 他这里的就是做了一个分析 是不是 他说主营业务收入贡献比较大的 就是我们上次看的那四个品种是不是 去年同期的收入呢 他就是这几个品种 相当于他会有点变化 因为这个收入变了变化了 他不是说是什么样的 就是说因为也是与他们的销售推广有关 也是与顾客的这个 有的时候说大家说哎呀要喝果汁了 那那这个果汁就好消了 是不是 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是不是那种 那个煮的花果茶的那个糊啊 是不是 他就是说每年每年的他的产品啊 都是不同的 是不是 然后他说本期销售比较大的那个果汁机 就是有几个品种 是不是 他说有几个料好是新增的 其中这个本公司销给母公司 母公司贴上那个某某公司的牌子在销售给他 然后他这里也会我们这些主要的产品 我们都会细分要工费 然后再来分啊 他说 他说这个又因为这个贴牌的 然后采购的变动就影响了他的这个产品结构 他说这个产品呢 有一个产品的零件收入为负数 他说主要是 这个我删掉了 这个很小 这个因为他分析了一个 就是有一笔收入冲毁 所以 他这里又说 由于国内市场这个小家店比较竞争 然后本公司的自由品牌影响力比较弱 然后我们没有采购出销 所以 导致我们的 就是说收入和毛利就有比去年有下降 就说从这个表 他就做了这一些分析 然后这个表做出来分析 其实是我们进一步的去去做的 比方说 你这个收入比较大的果汁机 是不是 你说毛利率四年几 那么我们就要看到他尿耗 是不是 然后这是一个表 其实说这些分析性符合的这些表 其实是为我们进一步分析的一个基础 就是我们风险导向的神迹的一个优点 就是你不可能你每个公司都去做 但是我分析了以后 那我就抓住这几个重点了 然后这个收入 然后我还分月 分月度的去毛利率 我分月去分析 是不是 然后分月分析的一个结果 然后整体的 他就是说 其实这个月度分析 如果他又有代工 又有自由品牌销售 实际上他这里分析 那就还要 就说如果说分析 这个月特别低 和 是不是 然后这个月特别高的原因 你要跟我分析出来 是不是 可能的情况下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 如果说我四月份 那么我主要的业务 就是说是给大家的贴牌 四月份我的活少 是不是 然后那么我的毛利可能低 然后11月份 或者是12月份 就是在年关 基本上有可能 就是说 有可能我自由品牌的销售 是不是 这还有涉及到的 他说 这个9月份的话 如果是有一些 复数的 是不是 就是有收入冲回 是不是 或者是有一些处理 各方面都可能保证 是不是 都可能导致他的这些月份之间的 这个 毛利 他首先第一 就是说他其实要分析 他这个分析还不是那么的透彻 我觉得 因为这个 最低的月份的分析 你要跟我分析 你的产品结构 就是说你这个月 你为什么这么低 那就是说 我的这个产品结构 结构导致的 那我主要销售的 就是说低毛利率的品种 因为你前面的 你的每个品种的毛利率 是不同的 是不是 那如果能证明 我销售的全是低毛利率的品种 那么我这个 这个这个逻辑方观 这个这个还是能够 能够 能够说得过去的 比方说 这个果汁机 我主要销的果汁机 并且有可能还有退回 退回有可能 人家就是说 或者是说 我有一些处置 有一些把一些淘汰的产品 我折价的处置 那么导致我的收入很低 成本很高 导致我的这个毛利率 整体毛利率很低 是不是 其实要从这几个方面去 去找 他这里 就是有一个主要的产品的 这个尿耗的分析 是不是 他平均的售价是这么多 他的单位的成本 他这里有一个 就是说有一个分析 就是说 呃 我单位的成本 然后我的一个销售成本 我的毛利 他是他毛利率高的 就是说 他因为是这里 他是说 为什么毛利很低 是不是 他就是要推新产品 是不是 搞促销 这个这种也有可能 这个这种也有可能 像 就像我们的 像我们的 就是 呃 有很多 比方说 现在滴滴 他给了我们补贴 是不是 呃 收入多的要分析 少的也要分析 少的 我觉得是一个总体的分析 就是说 呃 你要去了解 这个少的产品啊 他是不是 就是说 呃 他他跟上年相比 如果减少了的话 他合不合理 然后呃 这个也要结合 我们公司的一个战略 就是说 我现在主推的是 一些什么产品啊 这个就是 也是在我们前期啊 就是我们前期了解 被省级单位业务 了解被省级单位的 经营的时候 他 我们就要找这个呃 做销售的 做策略的 我们跟他聊啊 他会说 我的战略 我主要推这个 推那个的 是不是 然后 我们要保证 我们的财务 和我们了解到的这些 呃 都都都 都像勾计 这就涉及到 我们的证据了以后 是不是 我们的证据 如果说通过多个人 来印证的话 这个证据是有效的 是不是 我们证据的效率 不是大家回想一下 我们考猪块的时候 是不是 我们的内部证据 就是 就是不如外部证据有效吗 是不是 但是我们的 就说 呃 口头证据是效率最差的吗 是不是 书面证据的效率 大过口头证据吗 然后 呃 外部证据是 是大于内部证据的吗 是不是 对 刚才你说 我是对的 刚才4月份的那个毛利率是3% 我觉得还是要进一步分析 因为要要明白 它是 是什么原因 它实际上 我估计你要看到它的那个报表里去的话 它会有一笔收入 或者有笔收入的 呃 就是说有一笔 就是说有可能就是说有一些 折价啊 卖产品啊 它就会导致就是说那个毛利很低 就是因为它折价有可能说我们 我我们我我们上次给大家讲过重货的减值 是不是 那重货我减值了以后 有些企业它会清库存啊 是不是 它会有一些促销 买一送一啊 什么样的 是不是 它把这些库存清的时候 那收入它才 呃 才才 才收一个一个户的收入 然后成本它接转两个户的话 那也会导致它的毛利低 是不是 啊 是的 就是说月份之间的你就要分析 分析了以后你才 才知道我要进去看哪个月的 或者是说 呃 我要把它把它有异常的这些月份 我都要弄清楚 就是说 和 第一个是不是和那个呃 公司的这个生产周期啊 或者是生产的这个情况是相匹配的 像我们有些 像我们有一些情况 我们比方说去去一些企业 呃 他他说 呃 生产性企业 他说我11月份 呃 比方说我12月份 呃 1月份 我1月份的就是收入会多 会呃 1月份的收入比方说是 呃 会少 因为有很多生产制造业啊 1 2月份的收入会少 为什么呢 他就说1 2 3月份的收入啊 就说1月份可能会多 2 3月份的收入会也会少 处于一个历史低点 什么原因呢 他就说 哎 我很多工人都是农民工啊 他们带回去过年啊 然后他的他的订单就不及时啊 我就不可能全部跟了 那我只能就是去销已有的库存啊 所以说就导致我 有可能二双月份的我的收入会少 那这个也是合理的呀 是不是 如果公司一直是 比方说你要看他放假放到哪个月 比方说农民工有可能 人家呃 增约初一就放了 放到第二年的15才过来 可能他就放了一个40多天 50多天的 那么导致企业有可能就 就不敢接订单啊 是不是 这个也是有 你就是要有合理的一个解释 也要符合这个逻辑啊 他这里的话呢 就会有一个本期的一个单位成本 然后和上期的一个单位成本的一个比较 比方说他这里的 他这里有数的啊 有的是这个新产品 他就没数 然后他这里的 比方说他这里是有数的啊 这个你看本期销价 这一个啊 他这个 这个这个品种的话 他售价还高了 是不是 然后单位成本他还低了 是不是 那么他这一块的毛利率就肯定会高嘛 他单位毛利率 他今年是29 是不是 然后他去年肯定 他就会 会高过去年的嘛 是不是 那么他这里就是说 有些新产品嘛 是不是 毛利率就会高嘛 嗯 因为他主要的原因 他毛利率高的原因 主要可能是 我的我的售价也涨了 然后我的那个 我的成本反而还低了 就是成本低 成本低的这个原因呢 呃 售价 售价 售价呢 这个我们就去找合同 看他是不是卖的这个价格 是不是 啊 然后 成本低呢 那我们就 我们就去比比较 他单位的那个成本 就说 比方说他主要材料 比方说是刚才 他是不是处于这种 下降的这个趋势 是不是 实际上 我觉得应该就是主要材料 刚才的一个 一个一个下降吧 啊 他相当于你就把这几个数据啊 都对比着去分析 他这里他这里整体来说 就是说 他说这个有些新产品啊 就是销量很好 但是对收入的贡献很大 但是呢 由于他比较竞争比较大 他为了跑量 所以说 他还是 还是就是说 毛利率还是 有一些比较低的啊 呃 有一些新产品呢 他有可能毛利率就很高 他就是跑的量少 他就说 他就说有些产品 他一降价 他量就大来了 上来了 但是他的毛利率就下降了 是不是 然后有一些他是贴牌的 是不是 他如果是自由品牌的 毛利率就高于贴牌的 他这里说了 是不是 有一些品种 嗯 他这里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主要的这个这些尿耗的 就是说 就是说这一款这一款产品啊 这一款产品的我分月的一个毛利率的情况啊 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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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分情况的这个这一款产品的 他的一个呃 尿耗他这里有了是不是 他会有这个客户如果销售给他的都是这个价格 销售给其他的他他他的价格有不同 有的是贴牌的 有的是贴牌的 有的是自由品牌的 是不是 嗯 然后他的单位的毛利也不同 他的成本 因为有一些他这个这个这个型号不同 可能有的镀金啊 镀铜啊 都 反正他就不同 所以毛利率也就有有还是有不同的 他相当于要把所有的这些尿耗的都拉出来 再分析一下 就是说这个影响啊 符不符合这个规律 嗯 这个这个果汁机也是的 他相当于要把他的售价 单位的毛利和和那个整体的毛利 嗯 他说产品毛利低 他说这个才三年级 销售给 有的销售给别人的 是吧 他有 他这里 他这里 我估计我刚才说的 给你们判断的那一个 有一个有一个项目 估计 对 估计就是说有一个 他是内部 他销售给这个内部的单位的话 就是2.3的毛利率 就是相当于 他本来销售的这个这个毛利率就很低 然后他销售给内部的毛利率才2.3 所以可能如果他主要是实现对内部销售的话 可能就导致了他的这个这个这个毛利率的一个基 基地啊 今天我觉得这个收录可能讲不完哦 这个收录如果因为跟大家可能还是想细细的给大家分析一下思路啊 这个这个还是要要给大家 这个我刚才给大家讲了是吧 他还有主要客户的分析就是说 我分析我我卖给谁的是不是 我卖给贴这个公司的牌子的我的毛利率就很少是不是 然后但是这一款产品的有可能 就是他还是会有一些印象销售金额 他上期也会有 这些客户都是比较 比较好的 就是说可能他涉及到有一个年呢 过年的时候这些这些东西客户会拿货 是不是 然后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们就我们就还要就对我们的前十大客户啊 我们要查他的工商信息 然后我们还要对客户的销售合同进行检查 是不是 我们还要对客户的那个毛利进行分析啊 就是这里刚才进行啊 还要结合印收账款的一个收入啊 还有期后回款我们要进行检查啊 就是 就是这一个收入收入了这个一些分析性的程序啊 其实他满足了什么 就是满足我们一个整体的要求是不是 我们整体上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公司收入 相当于就是说这个收入的话 这个是符合企业的这个这个情况的啊 这个相当于我们就是说这个收入的话 这个相当于我要分客户来分析 分产品来分析 然后整体来证明就是说 因为你现在分析以后到时候我们觉得 哎这个客户大 那我是不是要拿这个客户的合同啊 是不是那我进一步的我要拿这个客户的合同 我要执行几笔穿行测试 还有可能甚至为了规避我的风险 是不是 我要跟这个客户我要我要采取特殊的程序 我要跟这个客户我要发函 我要函证他的这个销售金额总额 是不是 我还要含证他的应收账款余额 是不是 然后我要从取得这个对方的这个这个这个回函 外部证据取得是不是 因为我这些分析完了以后 我才来决定我取得什么样的证据 是不是 我怎么样去实施我进一步的审计程序 哎我不知道这样讲 大家能听得明白吗 同学们有什么样的需求 大家也到这里再跟我们讨论一下 因为正好我们直播课 我觉得可以研讨一下 要不今天啊 我们就把这个收录的程序给大家 就是就是说这个收录的第一个 就是两个表 第一个就是把总表 第二个明细表 教大家怎么填 第二个程序就是收录的分析性程序 大家觉得听明白了吗 或者是说还有哪些方面觉得不明白的 那么我们就是下一次课给大家再讲 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收录这个分析性程序啊 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你分析了以后 我一直给大家强调 我前面做这么多分析性程序 一方面就是说我通过这些程序 我要了解 就是我们审计人员要了解 下面还讲一次分析性程序啊 通过这个这个程序 我们第一个我们要了解被审计单位的业务 是不是 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要要了解这个公司在做什么产品的 然后主要的那个产品 就是说你整整体收录里面是哪些产品带来的 大家有初步的印象 是不是 要达到这个目标 是不是 第三个第二第二个讲解就是收录的分析性程序呢 他实际上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些收录的分析性程序 我们决定我们下一步怎么去执行我们的细节测试 怎么去做我们的进一步的底稿 知道吧 我们怎么样去取得哪一些的外部证据 去向哪一些客户去含证 哪些从从哪一些方面去查找这个互币啊 是不是 那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么我今天呢 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好不好 然后我们就从下一个时间就把这个分析性程序给大家再过一遍 然后如果大家觉得就是说有收录 如果觉得还就觉得那个结构方面觉得还不太明白的话呢 我们到时候就是说把这个把这个课啊 就是再把它再细化一点 就是说这个收录的分析性这个这个程序啊 到时候我再看就是说有没有更更直观一点的案例 给大家再来展示一下 然后再给大家加深一下 我觉得就说今天的听大家的课 大家有个整体的思路 是不是 第一个那我就做一个小结是不是 大家要知道就是说我们收录准则已经改变了 大家应该有个初步的了解吧 然后我们2017年已经有 我今天的课我给大家做一个归了是不是 第一个我给大家讲了 现在就是说我们的收录很重要 就是因为就是说 无中生有也好 然后大胆大妄为也好 各种奇葩呢 就是说超乎你想象的这种造假也好 确实确实实实存在的 不是说是在在梦里 是在现实当中 就是说我给大家讲了 就是说这个收录的重要性 收录舞弊的重要性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我给大家讲了一个收录概述里面 给大家讲了一个就是说 我们收录准则变化了 就是收录准则 就是从2006年的收录准则 变成了2017年的新的收录准则 但是实施情况呢 给大家讲了一个过渡 是不是 我们2018年是A加H股 上的公司先实施 然后2020年1月1号 所有的上市公司实施 2021年 然后在所有的公司 都要实施这个新的收录准则 就是刚才我给大家讲的五步法 五步法以后我也会给大家再讲 因为现在大家听了也是 因为大家我就担心给大家搞崩溃 因为你现在做的还是按风险报酬转移 然后我天天给你讲按控制权转移 并且目前你们去做 你们不管到哪里 肯定我们大家接触到的 还是按风险报酬转移 按照原来的这个准则再做 所以但是我现在的我要告诉大家 就是我们收录变了 只是给大家传达这么一个思路 然后第二个就涉及到我们 收录的审计实物的时候 给大家讲了几个表 大家记得几个表就行了 第一个表一个总表 收录其他收录总表 那么这个帮助我们怎么 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公司的开矿 这个公司你做了一个审计 然后你要自己知道 这个公司的收录是多少 然后主因业务 其他业务收录占比的情况怎么样 至少你关上电脑 你可能要回答的出来 这是我对大家的一个要求 第二个就是 那么我们要做一个明细表 就是第一个就是收录的明细表 一个总表一个明细表 就是第一个审计程序 这个就说你要跟报表核对 那我就不说了 但是我现在给大家的一个要求 就是说你做完这个明细表以后 你要知道就是说 我第一个总表的收录是多少 第二个这个明细表 这个主要的收录是来自于哪些产品 或者是来自哪些方面 大家要有这么一个印象 知道吧 因为我们审计人员 会计人员 那我们跟数字打交道了 我们就一定要训练自己的这个 数字的掌握数字的能力 那么有这种能力以后 你以后关上电脑 你可以跟人家侃侃而谈 那你想你这是不是提升 这就是这两个表 第三个给大家讲了 就是说我们的分析性程序 分析性程序里面 我们做了很多分析 第一个肯定是毛利率分析 是不是 然后分产品的毛利率分析 阅度的毛利率分析 是不是 然后横向的纵向的一个分析 是不是 分析完了以后 我们还要把主要的产品的 就是说毛利波动比较大的 或者是占我的收录比重比较大的 然后我们要把那个产品拉出来 做一个尿耗的分析 是不是 然后还要跟他上期比较 跟他前前后期比较 这些分析完了以后 我们还要对主要的客户进行分析 是不是 我们要看这些客户 是不是比较靠谱的客户 是不是大客户 比如说我跟华为做生意 华为也认可了 这个是没问题的吗 是不是 我跟联想 跟比亚迪 跟这些大客户做生意 是不是 他们给我卡工章认可了 那我是不是 风险很小啊 是不是 所以说就说 要分析客户 并且还要分析 他的应收账款 他的这个收入 其实我就告诉大家 我分析完了以后 最主要的目标是什么 是为我后面 制定这个项目的细节测试服务的 我进一步的审计策略服务的 包括我要不要 就是说 做一些特殊的函症 去向客户发函 包括有一些客户 如果比较特殊的话 我要不要去现场 去下部调查 去了解一下 比方说我看到这个客户 我给他做了1000万的收入 是不是 但是我到网上一看 这个客户的规模很小 然后他的收入 他的收入 他的注册资本才100万 或者是10万块钱 那么这是不是很可疑 那么我是不是要去 现场去做一个下部调查 去了解 有没有这个能力 是不是 所以我给大家 讲解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收入 我们的收入 就是说这个前面的分析 实际上 是为我们后面的 是不是 你看这里 我就有很多的分析 是不是 毛利上升的原因 是成本下降 我这个表就给大家 到时候我分析的时候 因为上面传的这个表 可能我没给大家总结一下 因为我后面这个表 可能刚才没有传上去 这里他就有个原因 是不是 就是毛利上升的原因 就是成本下降了 是不是 那你看单位成本 原来的47块 然后现在降到46了 然后我的售价 同样还是50块9毛6 50块7毛7 那么所以我的毛利率 就上涨了 是不是 然后这里第二个 就是毛利上升的原因 就是售价加上成本 就是我的售价也涨了 我的成本也低了 就是我先给大家 演示的那个品种 就是我们 我先到这个表里 给大家演示的这个品种 就是这个毛利 这个200块钱的 我当时我都记得 我给大家标注了 一下的这个 是这个品种吧 本期的170多 然后上期的是200块钱 然后售价是这么多 成本是这么多 这个刚才我给大家 细化的就是这个 可能我 我们今天的这个课件 我没给大家 传上去 要不这样子吧 下次的话 下次课的话呢 我把这个分析性的表 把它再整理一下 到时候全部传给大家 再给大家过一遍 怎么样 那今天我们大家就到这里 行不行 同意的话 大家就就就表个态啊 那那我们大家就是 下次就是跟跟老师 跟同学们 下次再再给你们 再就是讲解 我觉得就是下次的话 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 这个分析性的这个程序 给大家再细化一点 再就是说有针对性的 像刚才你看我这里 其实这里总结了 但是可能没放上去 我这里是毛利上升 是不是 到时候我们到时候 也就是说 包括上次先看到的这一些 就把它细化一点 到时候其实我这样细化以后 你们可能一看 你们就都明白了 我给大家点一下 这样子应该大家可以 跟人接受一点 我觉得大家也不要着急 因为这个收入啊 它也不是 因为这个确确实实 还是要一定的基本功 就像我正如我所说的 就像我们考审计一样的 要大家要细脚慢验 不断的去 去领悟 不断的去 就是去 咀嚼 然后呢 首先第一 我觉得大家 就是还是要 就是说踏踏实实的 老师要你做这个表 你先把这个表做了 然后到时候 老师会知道 你怎么样去看的 我觉得就是要慢慢消化 那今天的这个课就到这里啊 我觉得首先第一 大家要能够听懂 第二个就是 大家还是要自己去 去琢磨 还是要做 多做 我觉得熟练生巧 你熟练了以后的话 你就各种各样的这个就都都都自己就拿到手上 你就知道它是哪种格式出现的是哪种问题啊 同学们也都辛苦了啊 再见了啊 再见了啊 再见了 再见了 再见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